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九课 就是Lesson 9 Flying Cats 飞猫 有的说是猫怎么会飞呢 这个非常有趣的文章 咱们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呢咱们把书打开到46页 那Open Books在Page 46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来看看声词和短语部分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Fascinate Fascinate Affectionate 大家注意这两个词 尽管都是ate结尾的 但口型不一样 动词里面的ate 第一个词是动词 大家要读成ate 但第二个词是形容词 形容词末尾的ate 老师说个音发ate 而不是ate 我分别再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动词 Fascinate 再读第二个形容词 注意比较 Affectionate 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得注意 接着往后走 Mysterious Mysterious Submissive Submissive Feline Feline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High-rise High-rise Windowsill Windowsill Paratrooper Paratrooper Squirrel Squirrel Air-resistance Air-resistance Impact Impact 好极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书中一些 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就再看一看 这个重要的词汇 叫迷住 或者是吸引住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注意ate 发aid 这个声音再来遍 Fascinate Fascinate 叫做迷住 吸引住 这个动词语气比较强 一般表示强烈的迷住了某人 使某人都分不开心了 全身贯注 得看着这个东西 强烈的迷住某人 注意这个词是个极物动词 咱们看例子 I am fascinated by the story 这个故事把我强烈的迷住了 就是我被这个故事牢牢的 这个被它迷住了 这个故事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吸引力 翻过来 我们说这个故事做主语 就可以用它的形式形式 So the story is fascinating 这个故事特别的迷人 迷人的 有吸引力的 直接可以用它的形式形式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黄颜色的同根字 大声那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好 叫迷人的 有吸引力的 那当然这个词读慢了 叫Fascinating 读快了之后 这个字母t 同样会轻轻着化成的 这个声音 跟老师在里面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叫迷人的 吸引人的 特别有魅力的 那么这个形式 有一个固定搭配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表示这个东西 或者这个人 永远是那样的迷人 咱们用B动词 B 我们直接加 Endlessly Fascinating 永远一直是 怎么怎么样 用副词 Endlessly 就是没有尽头的 或者动词 Find 再加编语 再加编语补足语 Endlessly Fascinating 也行 注意这个Find 在这儿 不发现成发现了 而Find认为或觉得 Find经常表示 Think 或者是Feel 咱们看下例子 This city is Endlessly Fascinating 这座城 永远是那样的迷人 什么时候来 我都被它深深的迷出 充满了魅力 可以这么说 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来说 看这个句子 I find the natural world Endlessly Fascinating 我觉得 这个大自然 自然世界 永远是那么迷人 令我一直觉得很好奇 永远是那么迷人 注意这个Find在这儿 不发现 而不是认为或感觉 这个形容词形式的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作为常识看一看 把它记住之后 一方面阅读起来 看得速度快 二来写作中 可以放心用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看完了动词和形容词 这个词的重点的同根字特别多 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魅力 魔力 吸引力 咱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遍 Fascination 再来一遍 Fascination 叫做魅力 魔力 吸引力 这个名词 首先注意后面的切词搭配 注意后面 一般要跟介词for来搭配 它的固定搭配是 对某人有一种 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魅力 注意后面介词 一定加for 表示对某人来说 有一种魅力 前面那个点点点的地方 随便可以加形容词 什么巨大的魅力 特殊的魅力 奇特的魅力 非凡的魅力 等等等等 随便换形容词 换形容词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看一看 比如说 哎呀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 有巨大的魅力 巨大的吸引力 The story has a great fascination for me 注意后面加记词for 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 我们说 这个我被它迷住了 故事很迷人 对我有巨大吸引力 你看咱们用动词 名词 形容词 都可以表达类似的含义 注意 前面形容词加的是great 后面加了其词for 举余反三的 咱们可以多看几个 这形容词是能替换的 比如说 咱们看一看 第四册的第35课里边 第四册的第35课 它说 Mars has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for would-be voyagers 这个Mars 本来表示战神马斯 后来也可以表示 我们的火星 就是行星之一 火星对于那些未来的长途游客来说 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一课陶顿的美洲诗中 咱们讲过 extraordinary 表示非凡的 特别的 有一种独特的 非凡的一种魅力 would-be 就未来的 那 voyager 就长途游客 长途旅行者了 未来我们到外星球去玩的话 首先可能先想到火星 咱们很多人传说 火星有外星人 火星人嘛 这么一个 我们再看 在第三册的42课 这个句子更复杂 三册的42课 就是第196页的第5行到第6行 196页的第5到第6行 有这么一句话 你看 For him Caves have the same peculiar fascination which high mountains have for the climber 对他来说 山洞有同样的这种 独特的奇怪的这个魅力 什么魅力呢 再加定义从句 which high mountains have for the climber 正如这个大山 对那些登山者的魅力 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定义从句的关系代词 which 修饰先行词 fascination 然后呢 fascination 就是指在fascination的关系代词 which 在定义从句里面 是不是还充当have的宾语 但后面戒词还是叫for 因为for是跟fascination固定搭配 其实前半句的主句里面 也有for 在哪呢 在聚首呢 for him 等于是洞穴对他来说 他就洞穴勘探者来说了 怎么样呢 有同样的奇特的魅力 什么奇特的魅力 就正如大山 对那些登山者 有的那种奇怪的魅力 是一样的 peculiar 就奇特的奇怪 就是登山者喜欢爬山 而洞穴勘探者呢 喜欢洞穴 这个魅力 是完全一样 好 注意这个介词搭配 咱们做一道书后题 咱们直接看第49页的第4题 好 咱们翻书啊 打开第49页 咱们看书后题的第4题 cats have an unfailing fascination 那猫有一种unfailing 也是可以翻译成无穷的 无穷的 那么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那么后面加哪个介词呢 甭说了 会者不难 只能选c 选for了 for most people 对大多数人来说 猫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这是用了固定搭配了 所以英语靠猜的不行 咱们平时基本功得打扎实 那表示 迷住吸引住相关的词汇特别多 咱们从简单词汇开始 有一个词跟它类似 叫attract 也是极无动词 这个词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它比较通俗一些 就是吸引住了某人 比如说 Beijing attracts many investors 就是北京这个城市 吸引了很多的投资商 北京市充满了活力和商机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像charm 也表示迷住吸引住 也是极无动词 但这个词一般多指 迷住了异性 尤其表示美女 把小伙子迷住了 用它最合适 我们跟老师再读一下这次 charm charm 你看 the girl charms all the young boys here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把这里的所有的男孩子 年轻的这些男孩 都会迷住了 都吸引住了 这个charm 再这是极无动词 但一般多指 迷住了异性 更常见性 有了用法 那么吸引力 迷住某人 这两个动词也行 但这两个动词一起来看 这多略微带有点贬义似的味道 咱们一般我们都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勾引 勾引 勾引异性去做一些 本来不应该做的 不道德的事 就勾引 我们再读一下 分别来读一下这次 seduce 再读第二个 entice 表示勾引某人 也是一般 是旁人的异性之间 这个勾引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看这句话 the boss is trying to seduce his secretary 这个怎么样 这位老板试图在勾引他的秘书 可以这么来说 这勾引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在一个老的美剧 在走 在这个 Friends 老友记中 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的片段 大概先看一看 看看是怎么说的 你看这是老友记中 一集的片段 当时呢 这个Monica 跟Channel两个人呢 正在谈朋友 但是这个谈男女朋友 是秘密的 不跟别的朋友去说 但是有一次呢 朋友发现一个事 就在床铺旁边 有个摄像机 好像把床上的情趣 要拍下来 就问这怎么回事 这个Monica呢 就瞎说 她不想说 她跟Channel在偷情 她这么说 I guess it set out a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我想我在床旁边 弄一个摄像机 放在这 可能是试图要勾引Joy 她瞎说呢 在这去乱编 这个entice在这 是勾引的意思 那么try and do 顺便可以记住 try and do 其实就是咱们口语中的 这个 口语中的一个搭配 类似于咱们常说的 try to do try and do 就是try to do 试图去做模式 这个Joy听完之后呢 很自得 你看一爆歌吧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这个sadly注意 咱们会不会讲 sadly在这不翻译成 很可悲的 很伤心的 它一点也不伤心 sadly在这翻译成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unluckily 很不幸的是怎么样呢 我不能够被勾引 这个中文翻译起来 别扭一点 咱们中国人不喜欢被动 咱们说了 中国人喜欢主动结构 那被动变主动呗 但很可惜 你勾引不了我 就凭你长得得相 想勾引我 就换个美女不灵了 这么个意思 咱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看到了几个吸引相关词汇 我们把在终极考试之内 生活中常见的基本作为总结 希望大家持续复习 这个迷住 这个动词 我们跟老师把重点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 充满深情的 柔情密意的这么一个形容词 这个词的感觉不错 注意at在这不读成ate 而读成ate 这么一个声音 在读快了之后 后面这个t都几乎听不到了 我们大声来面 affectionate 你看最后 最后这个t失去宝泼 舌尖顶上去 别住气 再来面 affectionate 叫充满深情的 充满了柔情的 充满了柔情密意的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she looked at him in an affectionate way 这个女孩子在看着她 怎么看着她呢 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充满了深情的方式 来看着她 两眼在放电 充满深情的 柔情 柔情似水的这种 叫affectionate 可以用它 这个形容词 其实来自于一个 常见的重要的名词 就是爱 柔情 慈爱 直接把后面at去掉之后 变成名词了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下 affection affection 直接翻译成爱 慈爱 或者是柔情 我们看看例子 一些精彩的搭配 比如说 parental affection 这个翻译成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 parental 叫父母亲的 咱们都知道 父母名词叫parent 后面叫al之后 变成形容词了 我们先读一下 父母的这个形容词 parental parental 咱们再读读父母亲的爱 parental affection parental affection 当然这个就 爸爸妈妈都混在一块了 如果分开了呢 比如说我说母爱 母爱来自于妈妈的 再加爱这个词 我们先读一下妈妈的这个词 maternal maternal 这个词比较文气一些 咱们可以翻译母亲的 母亲的爱叫母爱 那父爱呢 当母爱 这个对应的是父爱 不能说公爱 不行 不是公母那个母 当母亲那个母 父亲的爱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慢慢来 paternal affection paternal affection 这是父爱 你看这个爱呢 柔情用affection 形容词直接用affection 就好了 咱们可以把它顺便 把它同时记住 具体的这个 这个更多例子 咱们在课文中一会儿看到 好 这个充满柔情的 友善的这个词 咱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这个神秘的 难以理解的 这个形容词 先把这发音弄清楚 尽管呢 注音是mysterious 但是这个t 在这得灼化 我们知道在s 这个声音后面中毒的话 声带必须震动 所以t 灼化成d 这个声音 而且中间呢 你看有个字母r 在美音中 勾手的myster 舍前勾回来 指向喉咙 但后面没有字母r了 所以不要读中rears 不是mysterious 而是mysterious rears 后面没有字母r 是不要勾手的 我们跟老师慢慢来一遍 mysterious 再快点 mysterious mysterious 神秘的 难以理解的 神秘兮兮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先看一些 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mysterious pyramids 这个神秘的金字塔 pyramid 可能在中学 这个英语客人就讲过 在Ig著名的金字塔 神秘的金字塔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建成的 神秘兮兮 它的名词形式呢 更常见 就是神秘的人 或者事物都行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 myst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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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谜一般的神秘的人 或者事物 指人指事物都行 这个用法就特别多了 我们看一个特别重要的搭配 叫做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字面意思是对某人来说 简直是一个谜 简直是个神秘的 这么一个事 其实我们在中文 直接把它翻译成 某人无法理解某事 哪个人呢 就后面那个避雨这个人 在中文中不是人称主语吗 人中文倒过来 某人呢 无法理解某事 就这个事对他来说是个谜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看这句话 it's a complete mystery to me why she married him at all 我说为什么这个女孩子竟然会嫁给他呢 这对我来说的完全无法理解 这个百分之百是个谜 你看it是个形式主语 后面真正就是why she married him at all 加强语气了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会嫁给他呢 这女孩长得那样 她长得那样 她为什么不嫁给我呢 我可能岁数大了 这个总而言之吧 这个我无法理解 完全无法理解 be a complete mystery to somebody 比刚才的大佩语气更重一些 也加个complete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当年一道托福听的真题 咱们就像在考场一样 听一听看看 这个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来听一遍 好 开始 Question number 30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女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个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30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女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看 好了 咱们看个应该选哪一个 正确答案是 A选项 你做对了吗 She's not sure how she was able to finish so early 这女孩子也不敢肯定 她怎么样就这么快这么早就完成了 为什么选A 没关系 做错了也没事 咱们看着原文再听一听到底怎么说的 好 咱们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30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就是一个dialogue 第一个男的说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就当我听说你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A whole month early 对吧 来完成你的研究项目的时候 哎呀 我说哎呀 吓了一大跳 你怎么会做得这么快呢 第二个女孩很谦虚 她说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Managed to do 咱们在第一课第二课都讲过 是什么意思 哎 设法完成了某事 对不对 我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我来说呢 哎 依然是一个谜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做得这么快 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A选项 She's not sure how she was able to finish so early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 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项目 就好了 这是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对某人来说 是个谜 就某人无法理解某事 好 Mysterious这个形容词 关键把它同根的名词 还有重要搭配 记住 哎 这个词重点基本就掌握了 好 这个词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从宗宝宝的瓶子中心非常操作 关键